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联盟的坟王大胡子哈登 James Holden 今达成另类里程碑 连两场标51分都已输球收场 赛后受访时直言裁判 吹判令他感到挫折 球队输球也让他无心关注自己达成了个人记录 上一主场队胡人输球后 火箭进去战主场队快艇再度悲剧重演 快艇在A 瑞佛斯 Austin Rivers 六克外线 生涯新高 36分大爆发助阵下 克服15分落后逆境 硬是在决胜节逆转超前 哈登在比赛倒数26 6秒时音不满吹判出烟抗议 被吹技术犯规后再被赶出场 火箭最后以118比128遭对手翻盘输球 哈登此一手节就攻下20分 连两战都攻下51分 写下难得记录成为自2007年 胡人退役球星布莱恩连四场得超过50分以来 联盟首位连两战达阵的球员 然而连两场标分秀都以输球收场 也让哈登成为史上第二位被靠背单场得分超过50分 球队却输球的悲情球员 第一位名人堂球星张伯伦 Wilt Jamblin 他在1962到63年 单继经历三次连三场 个人得分超过50分 但球队落败记录 由于火箭输球 勇士赢球 火箭让出西部王座 落居第二 落后勇士零 无场声差 赛后受访时表示球队输球 什么都不重要了 贪言自己被赶挫折 被问到挫折来自何处 哈登直言 吹判非常烂 Bullshit 对于裁判大感不满 我已经受够听到 我犯了错 我没看到 身为一个球员 听到裁判这样说 真的很让人挫折 我知道我们都会犯错 但这真的让人很沮丧 哈登对吹判感到沮丧 美联社